大家好,欢迎收听富贵说历史,我们其实摘入曾国藩发布的对太平千国的讨伐脚文就可以了。 首先是说太平均,人民无论贫富,一概抢掠庆尽,寸草不留,银满无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, 富人日给你一盒,趋之灯皮首页,趋之玉米挑眉,妇女儿不肯结交者,则力斩起足以示重负。 第二个说,自唐于三代以来,历史圣人扶持名教,堆续人伦,君臣,父子,上下,尊卑, 至然如管理之不可导致,岳匪气外宜之序,重先主之教,许中国数千年里,一人伦师书典德, 一旦扫得荡尽,此起如大清之变,乃开辟以来名教知其别,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元,凡读书十字者, 又无可袖手安坐,不思义为之所言,其实关键在于第二点, 在传统中国社会,千年以来儒家思想,就是中国人信奉的信条, 而且很多人信奉佛教,而太平天国信奉阳教,还烧毁,倒毁各地孔庙, 寺院,清朝尊奉儒家,供奉佛寺,在很多汉人士大夫眼里, 这已经符合了汉人传统,反而是太平先国再道毁汉族传统,思想和历史, 因此,大批独处人参加相怀军,对太平军展开猛烈的反攻, 按曾国凡的说法就是,倘有血性男子,号召一律,助我征脚, 且为孔孟人伦之隐痛,不特为百墨生灵暴往杀之仇, 而且为上下神之,血被辱之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